7月5日 天津京县诡异云团 众多网友发视频并称 城区上空云团快速翻腾滚动 看上去十分诡异 相关气象专家称此为操面云 曾积云在封面或其他强气流天气的作用下 堆积到极限发生褶皱 外貌变得极为恐怖的一种现象 和什么灾难没有任何关系 一般是出现在大雨后 一则 天津诡异的云 帖子 引发3.3亿阅读 5.7万讨论 网友们热议 一看是专家说的 就知道除了说的这种都有可能 一般出现在大雨后 可是之前没下雨 之后也没有啊 就是好端端的就这样了 特吓人了 天垂向 有网友调侃 一般电视里出现这种情况 是妖怪要来了 大师兄 师父又被妖怪抓走了 此刻风云变色 必有大道 雨话登仙了 还有网友凯探 好家伙 直辖式的云 跟其他城市都不一样 多数人看不明白 这赤裸裸的警告 天兵天将来视察了 还有网友质疑 魔王降临 今年这种恶劣天气很频发啊 龙卷风 冰雹 暴雨 今年的气候反常 天上的云也很奇特 昨晚夕阳西下时 天空云层 出现一个可爱的 金光闪闪的狗头 有网友议论 人间有人做了什么亏心事吧 这种云 北京这几天 基本每天下午都见面 跟上下班一样准时 凌晨四点 北京的雷声 像扔炸弹巨响 还有网友说 在古代 这就是天线意象 有所警示 有点冷了 有点冷了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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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時間到了 時間到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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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